第四季 我們和吳希 還會重逢嗎 這一回 我可真的要走了 這麼著急 你就不多住幾天再走 天啟城如今大事已定 吃王府以備查封 鬧鬼一夜鴨也已經浮房 月季我也治好了 你們稍後把她送去寒水寺 與冥后重聚即可 這裡沒有我的事吧 我當然可以走了 那你直接回天外天 我先把母親送去木良城 帶她心情平復之後 再回天外天處理一些琐事 等一切落定之後 再來找你們 小瑟 我們去那邊等你 怎麼不說話 我在想 就你這個樣子 怎麼做那域外宗門的大宗主 你在他們面前也是這個樣子嗎 你想像不出我當大宗主的樣子 我也想像不出 你以後做皇帝的樣子 是 不過說真的 你現在距離皇位只有一步只要 我想問問 你真的想清楚了嗎 說實話 這個問題我想過很多次 我給不出來 教你個辦法 什麼辦法 但那一天真的到來的時候 你把門一封 在那個位置上坐一下 然後當下的想法 便是你心中 真正的想法 清晨有道 我試試 走了 我看 太宇軍重逢 小瑟 我們和吳昕 還會重逢嗎 回 小瑟